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卡,我是小朋友,今天我為大家帶來,聖鬥士全新的二獎一揮,作為隊長的實戰解說 好,這個片段是來自於稍找官方FB直播所揭露下來的一個片段喔 這邊跟大家做一個實戰的一個分析 好,那可以看到這一隊呢,一進場有五萬一的血量,那根據官方的說法是這整隊都沒有加二十喔 所以如果說你突破加二十,血量應該會比現在實戰看到的還多 那聽說這個星矢系列也有一些BUG喔,所以這邊實際的血量呢 不代表最終的結果,有可能都比這個血量看到的都還多喔 好,那首先呢,我們先以這個傷害來做為一個,先跟大家做一個分析 好,那這隊呢,主要消到火、暗、星,其中兩種符石就可以觸發最大的隊長倍率喔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隊在不開任何的增傷的情況下,一入場就能夠砍出四億左右的一個輸出喔 當然這傷害取決於你,消的火、暗、星多不多 消的越多,傷害就會越高喔 那這個傷害目前來講,只能說普通,蠻普通的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隊的更多一個特性喔 好,這隊主要呢,是有這個更新的效果 當你的血量是滿的話,就會觸發這個敵人打不死的一個更新 但這個前提是敵方要無視減傷 沒有無視減傷的話,才可以觸發到這個更新喔 好,那等一下也會大家示範這一點喔 那主要這邊呢,可以看到這邊比較雞肋的一個地方喔 也就是這一隊的隊伍性質是全滿的話,全隊攻擊力是四倍 但如果說你的血量是介於10到59%之間呢 這個一揮本身可以追打攻擊 那生命力9%以下,全隊會有這個四倍的攻擊力 那這邊就剛好卡住一個很尷尬的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看起來 可能如果說你血量是80%左右的話 那是完全吃不到隊伍技能帶的這個增傷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傷害可能就會比較低一點喔 好,不過這邊很順利解決掉敵人之後呢 欸,直接來到了這一關 是需要疊豬來解這個無數,無數盾的喔 這邊拉了一個角色珠 可以要手消的不多 這個兼具珠子消的不多的話 他的傷害就會真的蠻悲劇的喔 這邊只有兩億的一個輸出喔 所以這隊其實有一個問題是 如果你的兼具珠子不多的話 他的傷害真的會掉很多 所以那種什麼光暗 什麼暗跟星啦 靜消的這種關卡 這個這隊的傷害輸出 可能就比較仰賴技能 去做一個增傷的部分喔 好,那這邊可以看到天降的挺多到8COMBO 這邊就可以打出比較相較漂亮的數字了 來到9億的一個輸出量 好,這邊拉了另外一個缺點 相信大家應該也有看到了 也就是這隊並沒有任何 隊伍技能是增加COMBO數的 所以這邊如果說遇到這種消COMBO 也需要高COMBO的話 會相較吃力喔 好,這邊官方為大家示範的是 這個黨史的一個能力喔 好,這邊我們直接快斬 那根據官方所說 這個敵人是20萬的血線 的攻擊 所以 這邊在受到敵方攻擊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擋死的這個能力 只要把我們血量回滿 就可以進行擋死 好,這邊官方示範了一波擋死 我們這邊直接來看一下 好,CDE他打你 有沒有 直接更新了 好,那更新的瞬間 整版還會變成這個 整個變強化珠 這來自於隊伍技能喔 如果說你的生命率一旦至低於9%的話 直接瞬間觸發到隊伍技能 可以將整版轉成強化珠 好,那這裡的話就 進行的轉租 那請大家注意這邊是開上了雅典娜的一個部分喔 所以增傷會 如果說你是 星矢系列的話 增傷會吃到比較多一點喔 他這對回血的話也是不錯 這邊回到15萬 因為這對是暗 跟火 兼具星福的效果 所以這對回血的條件會比一趴星矢來的好 好上許多 好,如果說開上雅典娜的話 這對的傷害應該就不用擔心了 都是十幾億在跳的 所以這對其實相較來講 比星矢更仰賴這個雅典娜作為增傷的一個手段 好,那這邊是拼圖盾 拼圖盾的部分 那這邊就開上技能 那去做一個解決的部分 那開上去的話 這裡 就直接有這個第八感的動畫又跳出來啦 然後這個轉火珠 那變成當下呢 主要是這個 這個 雙隊長 直行 火屬性直行掉落火 強化珠 並且提升那個龍脈儀這樣子喔 所以看到這邊火珠蠻多的 那火珠更好是攻擊珠子 同時也是回血珠子 所以如果要輸出的話 可以直接進行變身 好,那這邊是沒有解到拼圖盾的部分 所以傷害是沒有辦法成功的一個輸出 不過他開了這個變身後的技衣 他可以點引爆三直行 掉落該屬性的成員強化珠 所以這邊的話就直接掉落火根岸 剛好火根岸都是這隊的攻擊珠子 所以這邊的輸出 傷害一定是會比較亮眼的 然後再加上克屬的部分 直接突破千億 是沒有問題的 兩千一百一 這個傷害單開一個 單開一個技衣 他的增傷幅度 就會相較來講比較明顯的 好,那這邊的話來到了王關喔 遇到了七康盾以上 暗禁傷 那也是這隊比較難處理的部分喔 因為這隊的combo數 沒有內建給你 所以這邊我們來看一下官方要怎麼解決 這個七康以上的盾牌 好,這邊首先拉到角色珠 然後進行一個 直接消嗎? 直接消的部分 哇,這個暗珠直接不疊 霸氣 然後這裡的話就直接 手消七了 傷害也是非常夠 所以這個傷害大家不用擔心喔 這個二獎 一揮是蠻夠的 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遇到無視減傷的敵人 同時 又打你很痛 那這一隊的話 可能實力想要比較不夠 比較可惜一點喔 好,這邊有一個 我覺得算是bug吧 他是不是變身 越變身血量越少啊 感覺是一個bug啦 這個 等官方修復吧 呵呵 怎麼感覺越變越爛的感覺 呵呵 好,敵方的話 是這個回復力歸零喔 直接輸出解決他就完事了 所以看到這隊的傷害 跟回血 真的都不錯 唯一一個 比較 算是缺點 就是血量的部分吧 不過官方 可能這個 開放鬆版本 有些bug 對,他變身後 血壓也比較少 變身前五萬 變身後 四萬八 我是覺得官方 可以再多實測一點啦 不然這個推出一堆bug 也是蠻尷尬的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留言為大家想看到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不要忘了看一下你的訂閱按鈕 以及按鈕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 就在第3章底 我是Lunyka 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 by bwd6 我們下部影片見